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位於殷王子大馬路附近的羅寶博士街 相信大家一定有走過 但羅寶博士的生平你又知不知 羅寶博士生於帝密 四歲時跟隨養父定居澳門 1927年開始做公務員 後來澳蒲政府任命為經濟廳長 當時正值二戰 葡萄牙作為中立國 周邊地方的難民都紛紛湧入澳門 令人口急速增加 糧食規法 雖然澳門免受戰爭之苦 但日本亦有代表駐守澳門 期間曾有蒲兵和在澳日本人發生爭執 情況混亂 日方一度封閉全澳的對外口岸 導致糧食無法入澳門 為解決糧食供應問題 羅寶博士多番與日方交涉 當中最經典的 就是他深知日方喜愛葡萄牙的撥走 所以每當談判時 投其所好 令任何難事都迎刃疑解 順利解決澳門的糧食問題 傳賴他的不懈努力 二戰後期澳門因為未加入 列敦新聞體系 而成為當時亞洲黃金交易中心 羅寶博士壟斷澳門黃金交易市場 因此積聚大量資金 成為二戰期間澳門著名的蒲籍富豪 其後澳門經濟衰退 大量居民失業 羅寶博士作為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的 擁有人和經理 以及澳門航空運輸公司的創立者 為居民提供大量就業機會 羅寶博士在慈善 教育等各方面都作出不少貢獻 開辦學校解決難民就學問題 在困難時期 也捐獻出自己大部分財產 他熱愛音樂和文化事業 會編寫歌劇更擔任指揮 在澳門為人熟悉的陸川電台 都是由他創辦 陸川電台的舊子正位於羅寶大宅的對面 即是現時啤梨喇街一帶 陸川電台那時有中文有蒲文 我們去蒲文檢歌 介紹很多澳門的文化 在澳門文化界有生氣 是很重要的 因為那時他有很多故事 還有很多關於中國文化的故事 即是水虎傳 武俠小說 成語故事 我學了很多東西 只聽收音機 成語故事特別是很有趣的 回顧羅寶博士的一生 他堪稱澳門出色的政治家 慈善家和藝術家 獲澳政府頒受帝國勳章和欣皇子勳章 更榮獲澳門榮譽市民的稱號 可見他對澳門作出不少貢獻 去看他們嗎 在澳門出色的故事 在澳門出色的故事 中文化的故事 得到的